大家好,欢迎回到华美之声 今天要分享的是美国最佳初级保健医学院 如果您喜欢这个内容,请订阅这个频道 华美之声主要分享最新的美国教育资讯 以及美国人文风俗等内容 医学学位通常需要数年才能完成 但它提供了工作保障,高平均工资和挽救生命的机会 医学生可以在多种类型的环境中学习他们选择的专业 并且通常使用新技术 最成功的医学生同时发展他们的科学和人际交往能力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 美国最佳初级保健医学院排名第十名到第六名 第十名匹兹堡大学医学院 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使命是 通过尖端的生物医学研究 医学和生物医学科学的创新教育计划 以及学术医学的领导地位 来改善个人和人群的健康和福祉 学院努力以最高的专业和道德标准 在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文化中 以及在一个让所有学生 教职员工能够充分发挥潜力的环境中实现这一使命 创造力 同情心和领导力 是医学院在未来的学生 以及教职员工 管理人员 以及其他所有参与医学院的人中 最寻求的品质 今天 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继续建立在过去的领导者 和敬业的医生的坚实基础之上 临床和基础研究显著增长 并继续吸引联邦机构 私人基金会和公司的支持 这里的教师目前在联邦拨款和合同支持方面 名列全国前20名 创新的企业 如新的、扩展的、MD、PhD项目 综合课程 医师研究员讲学金培训项目 匹兹堡癌症研究所和匹兹堡核瓷共振研究所 有望是学校在教育、研究和病人护理方面 保持在进步的最前沿 第九名 哈佛医学院 哈佛大学的教育计划推进了哈佛医学院的核心使命 即通过培养临床护理和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多元化领导者 和未来领导者减轻人类痛苦 这些人站在医学和科学的前线 为当地、国家和全球的个人和人群服务 哈佛医学院成立于1782年 最初只有少数学生和三名教职员工 早在学校标志性的四合院在波士顿建成之前 第一堂课就在剑桥的哈佛礼堂举行 每过十年 学院的教职员工和学员都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影响力 塑造了美国及其他地区的医学 一些社区成员以及他们的成就已经成为传奇 两百多年以来 哈佛学院社区的成员一直在扩展知识的边界 第八名 加州大学戴威斯分校 年复一年 加州大学戴威斯分校继续展示 为什么它是美国领先的公理大学和顶级研究机构之一 加州大学戴威斯分校健康中心是一个创新中心 来自近一百个研究生专业的学生 实习生 教职员工带来了独特和创造性的方法 来提供最高质量的患者护理 利用整个大学在全国排名的资源和研究的力量 这里的团队解决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医疗保健问题 加州大学戴威斯分校的创新课程 为将来的医疗保健人员提供了改善所有人健康所需的技能和价值观 学院最大的资产之一是学生群体 一群真正接触的个人 他们表现出对学术周月和终身学习 团队合作和最高专业标准的持续承诺 配备这些训练后 加州大学戴威斯分校的医学生将在才华横溢 鼓舞人心且平易近人的教师的密切指导下 学会为患者提供富有同情心、高质量的护理 第七名 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院 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院于1902年4月18日成立 当时 内布拉斯加大学1886董事会和奥马哈医学院签署了一项协议 共同提供四年制课程 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学生将在林肯大学校园接受两年的教学 并在奥马哈接受两年的医学教育 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医学院的使命 是引领世界改变生活 通过一流的教育计划 创新研究和非凡的患者护理 为所有个人和社区创造健康的未来 医学院的使命包括 提供最先进的医疗保健 培养受过最好教育的卫生专业人员和科学家 在引领的研究中心中排名 推进对社区健康的历史性承诺 拥抱多样化的丰富性以建立团结 在内布拉斯加州创造经济增长 目前每年约有130名学生被录取 课程将于8月在索雷尔中心开课 这是学生第一阶段的开始 医学院于2017年推出新课程 学生分为三个阶段 医学是终身学习 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院 在这里为学生提供工具 来帮助完成这一过程 并指导学生走上最终职业和未来实践的道路 整个医学院都有许多敬业的教职员工 在这里为学生提供帮助 并在此过程中和学生一起取得成功 在迎新州活动期间 学生将遇到许多教职员工 他们期待与学子会面 第六名 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 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 位于安舒茨医学校区 这是美国最新的医疗保健校区之一 创新的架构促进了学生、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之间的合作 并延伸到了两家世界级的校园医院 UC Health和科罗拉多儿童医院 据统计 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 每年服务超过200万成人和儿童患者 位于临近的菲茨西蒙斯创新社区的行业合作伙伴 校园用地总面积为256英亩 包括临床、研究和教育区域 在全国范围内成功重建退役的美国陆军设施的典范 在教育方面 通过向医学生、专职医疗学生、研究生和宿舍工作人员 职业卫生专业人员和广大公众提供教育计划 研究方面 通过发展基础科学和临床科学以及卫生政策和卫生保健教育方面的新知识 患者护理方面 通过最先进的临床项目 反映大学独特的教育环境 以及它所服务的患者的需求 社区服务方面 通过分享学校的专业知识来增强更广泛的社区 包括其附属机构、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校友和其他同事以及该州的公民 即使最新的COVID-19病例高峰消退 大流行的影响仍在继续 在过去的两年里 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和它的临床合作伙伴一直是一个堡垒 通过预防疾病、减轻感染传播和照顾生病的人的策略来保护尽可能多的人 以上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如果您对我们分享的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 并记得点赞转发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